人人都想成為富翁 誰才能成為真正的富翁 富翁 富翁 這一次是真的走運了 唯一的機會 請鎖定中天綜合台 富翁的誕生 敬請期待 來看到這位前法官 他是因為涉及貪污案被收押 結果官在看守所裡面 經常大吵大鬧 甚至向管理員來吐口水 到醫院去介護就醫的時候 他要求要讓他打電話被拒絕 竟然出手打戒護員了 最佳一等 另外被依照妨害公務罪移送法辦 涉及法官貪污案 日前遭到收押的前高院法官邱創順 在北索頻頻出狀況 不斷對管理員吐口水 甚至還出手毆打 結局之後 他就大吼大腳 不停我們的圈子 進而破壞冰床的護欄 企圖攻擊我們的管理人員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支持他 還出手打了我們管理人員一個霸仗 他被看守所表示 上個月十九號邱創順 顛先發作 趁著介護就醫時 要求打電話給朋友 但他被收押禁見 遭介護員拒絕 邱創順 份兒拆掉病床來桿 要往管理員身上砸 還揮拳商人 最後被施打證禁忌 才就犯 從高院法官轉任律師的邱創順 被檢調認為是法官收賄案的關鍵人物 但他不服管教 動手毆打管理員行進乖章 索方認為事態嚴重 將他依妨礙公務罪 移送檢放正辦 論新聞黃建文謝凱軒 台北採訪報導